在我身后的就是052D型导弹驱逐舰呼和号特舰 它也是我国首艘内蒙古籍的驱逐舰 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想看导弹 舰炮 万发炮 这些愿望我们一字性全部实现 走吧 我们继续上舰 哇 您好 您好 这个像巧克力块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垂直发射系统 对吗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座通锤 总共有四个发射单元 它可以装载32枚导弹 像这样的通锤直发射装置本件共配备有两座 那它搭载的导弹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类型 是的 我们32枚导弹里面有舰队舰以及舰队空导弹 那里面可以装核弹吗 装什么 核弹 刚刚有没有听哥哥讲 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我们的主炮 这个主炮我们之前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视角 一般都是从驾驶室看到的 看起来像是非常小的一个 但是其实它的大小 大家能看一下我的个子 三个我落起来可能都没有它高 导弹和舰炮的这个作用距离上 它们两个是互补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抗击一些近距离目标的时候 可能用主炮比我们用导弹的这个成本 可能要更精细实惠和划算一些 还考虑到成本这方面 是的 导弹和主炮是属于我们的进攻部分 那我们再说说防守 这就不得不说我们的这个万发炮 它和电影流浪地球2里面是同款是吗 是的 对于来袭的空中目标 以及反舰导弹进行抗击 是本舰的末端自主抗击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不仅要打得准 我们还得看得远 现在让我们副炮两处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本舰的相控阵雷达 相控阵雷达总共有四个正面 我们现在应用眼帘的是其中两个正面 还有两个正面呢 是在本舰驾驶室的后部分 和普通雷达相比 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它的作用距离更远 它的作用距离甚至可以达到一倍以上 第二个它的探测精度更高 第三个它的跟踪效率更大 它可以在同一时间抓取到更多的目标 来推送给其他各个武备系统 它是不是就可以说是 我们整个舰艇的眼睛 对 是的 在现场看到有很多的市民 还有小朋友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到我们这里参观 我是感到非常开心的 能够看到大家的热情 我是也是非常欣慰 尤其是看到小朋友们 对于我们武器装备的热切的眼神 以及好奇心 是感到非常欣慰的 看到他们对于我们舰艇 对于我们国家是如此的热爱 感到自己肩上的使命感更重了一些 你随见是不是也去参加了很多的大型任务 那当时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瞬间 对你来说 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是在有一次护航后 我们护送的是一条中国籍的商船 他们用盛高频对我们进行喊话 向我们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情 同时在这样的远海派洋上能够得到土国人民的这种感谢 让我们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所有舰艇官兵感到更加的安心 感到更加的放心 我想起去年的时候 我曾经和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学员们一起交流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想成为海军这把利剑的剑锋 而我今天好像就真的看到了他们所想要成为的样子 75年前的海军前辈们 如果能目睹今天人民海军的飞速发展 相信一定和我有相似的感受吧 让我们共同祝福人民海军生日快乐 愿他继续扬帆远航守护祖国的海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